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8月2日腾讯在上海举办了代理国行Switch以来的首次媒体见面会 腾讯游戏任天堂合作部总经理钱庚 分享了国行Nintendo Switch的部分本地化举措 他表示腾讯将会携手任天堂完善各项本地化服务 首先会合作完善知名游戏的本地化翻译 未来会有更多简体中文版游戏在中国大陆陆续上市 不用整天揣摩游戏设计师的想法了 其次腾讯辅助任天堂在国内架设了适合中国网络环境的网络系统 将通过云服务设立本地化的网络服务 目标是让国行Nintendo Switch主机联网游戏时延迟更低 另外腾讯将与任天堂一同优化国行Nintendo E商店 提供微信支付作为支付手段 让你变强更简单也更快捷 除此之外腾讯也在计划辅助任天堂设立线下购买渠道和玩家交流中心 最后针对售后 任天堂将提供官方保修服务 国行主机将会提供一年保修 国行周边产品也会提供对应的三包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腾讯本次与任天堂的合作 除了代理引进硬件之外 还会引进任天堂Switch平台的游戏软件 腾讯作为发行方将会代理引进合适的任天堂游戏 和其他非任天堂出品的精品游戏 腾讯这次布局便携游戏主机就目前来说比较顺利 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发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